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小兰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一个收盘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中国股汇风暴持续是牵引大势的神经 主导市场情绪的起伏 人民币昨日又在一片看淡之下是急升 今日开盘恒生指数高开了1.6% 一度是上涨超过了520点 午后A股收盘跌穿了3000点的关口之后收市 恒指反复向下 升幅有所收窄 收市是跌穿了2万点 但是全天仍然是上涨了223点 暴在19935点 上涨了1.1% 国际指数早盘同样是高开 将近170点 形成了反弹的势头 直到A股低收之后才掉头向下 收盘是暴在8494点 上涨55点 那么升幅为0.6% 那么今天的主板成交为773亿元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解决收盘位置 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5毛5 中国移动升1块9毛5 建设银行无升跌 工商银行升1分 中国银行升1分 港交所升2毛 中国人寿升2毛5 邮邦保险升1块1 腾讯控股升1块3 金沙中国升1毛5 长河升2块0.5分 新鸿基地产升2毛 九龙昌跌2毛5 中国海外升3毛 华文质地升4毛 中海油升2毛 中石油升6分 中石化升7分 昆仑能源升4分 中国升华升1毛 关注完港股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地股市 周三早盘护升两市小幅的高开 开盘之后护止震荡的上涨 10点15分左右 左右是冲高回落 盘中钢铁的板块崛起 临近5盘护止创业板相继回落翻率 其后护止上工翻红未果 午后开盘 护止延续上午下行的趋势 加速下行 盘中券商股奋力的护盘 但是无赖逆不从心 2点左右之后再度失守3000点的关口 临近尾盘突然是跳水 一度是跌超过2% 是去年8月26日以来 首次收盘是跌破了3000点 深层指数破万点 创业板指最大跌幅超过了4% 盘面之上只有钢铁板块一点红 其余板块将近全部是绿色 那么两市有2350只股份是漂绿 截至今天为止 护止已经五连英 成交量方面 护士成交2084亿 深市成交3105亿 量市共成交5189亿元 接下来关注一下解决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主要表现 上阵中指暴在2949.6点 下跌了73.26点 跌幅为2.42% 深圳城指暴在9978.82点 下跌了314.88点 跌幅为3.06% 沪山300指数报在3155.88点 下跌了59.83点 跌幅为1.86% 创业板指暴在2059.76点 下跌了87.76点 跌幅为4.09% 再来看一下股对股的五大折让 洛阳玻璃折让84% 中石化油幅折让76% 东北电气折让73% 广汽集团折让73% 洛阳木业折让72%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福耀玻璃溢价2.7% 江苏灵户高速溢价付的2.2% 阿辉海洛逊尼溢价付的3% 中国平安溢价付的4.4% 中国泰跑溢价付的9.4% 那么关注完股市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情消息 行政长官梁振英是表示 香港将会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 推动高层的互访 缔结自贸以及投资的协议 梁振英就指出了 政府决定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增设经贸办 并在今年在印度尼西亚 以及尽早在南韩各设立一个经贸办 他说香港与东盟十国的 自贸协议谈判进展顺利 预料今年内完成 并争取在协议中保护港商 在当地的投资 梁振英又说 本港也是争取就扩展保护投资的协议 全面性的避免双重课税协议等 与人未签署有关协议的国家磋商 另外贸发局已经在上个月 推出了一带一路的信息网站 政府正在研究为建筑相关专业 构建参与一带一路的基建平台 内地海关总署是表示了 去年内地货物贸易净出口总值为24.59万亿元人民币 比前年是下降了7% 其中出口二年是下降了1.8%至14.14万亿元 进口减少了13.2%至10.45万亿元 贸易顺差为3.69万亿元 扩大了56.7% 海关总署发言人黄宋平就表示了 去年出口减少主要是原因是外需低迷 国际经济复苏法力导致了全球贸易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 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 另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的下跌 也是令到进口值是较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好了这一节的护港股市总结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